海关在店铺里收获了大量的私烟 一个穿着红黑颜条运动衣的44岁男负责人也被拘捕 海关在星期三早上大约10点的时候 突击搜查了王大仙彩虹到启德法院商场的一家市多 并且在店铺里收获了大约4300支私烟 市值大约19000元 应该要货税14000元 经初步调查发现 这批市已涉及了多个不同的牌子 相信应该是这店铺把私烟运集在货原税的香烟里 然后无运过关再卖给顾客 海关提醒市民应该光顾信誉良好的店铺 并且留意包装上是否引有香港特区政府健康中稿标记 和HKDNP字样 以免误度发忙